话说,孙江率领梁山兄弟一打住家庄,却大败而归。 全境休整三日后,孙江下令二打住家庄,呼天士兵来报。 报!敌人的勇气来了! 有二十来人都是级兵,而且都是一色的精英女武士。 什么?来来一个女将,让我叫叫,让我叫叫。 哇,是一个十六七岁的,黄花闺女嘛。 听说她是朱家三公尺的未婚妻,但是没关系,只有还没有拜堂。 她就是我爱教父晚音的娘子。 你们之中,哪一个是蒜姜,出来打货。 哇塞! 她是平凡青鸭,要挂酸宝刀。 三桌红色红色纱青,挤着青青鸭,像挤了一朵盛开的海棠花。 飞风吹着,遥远远飘来,悠悠落在站长之上。 啊,她生的美肌柳鸭,严肉再兴。 鱼胖搐着,一张粉扑扑的鹅蛋脸。 即有金贞美肾。 超漂亮的辣,超漂亮的辣。 哇。 好